大家好,歡迎收看夫妻片片,我是韋哥 我是Micky 今集就是香港人在大馬的第二集 我們身處的位置其實就是在我們今天這個嘉賓的家裡 後面就是他這裡的設施 大家可以看到BB池、泳池、兒童的遊碗設施 還有這裡,站在這裡,看到Micky的頭髮嗎 飄一下飄一下 這裡很大風很開陽 今集的嘉賓就叫做大榮哥 好,我們現在就來到大榮哥的家門口 今集我一定不會按錯的 我們可以開這個線 你偷了進去? 大榮哥 大榮哥,聽說這間房子是你買的 第一間房子 當年2014年買的第一間房子 到底你有多少間房子 嘩,你這樣想說 一間就只有一間 其實有兩間 不要聽他胡說,他是有很多間房子 嘩 成你貴然成你貴 很輕鬆的設計 看得出來大榮哥是很喜歡喝紅酒的 紅酒和烈酒 為什麼你這間房子設計得這麼漂亮 但是你屈酒在香港住了這麼久呢? 嘩,不要這樣說 這些都不是屈酒 我覺得是人生的經歷 年輕的時候二十幾歲 公司派你去香港見識 畢竟大盛市 國際大盛市 去香港見識 我也是值得的 但是到老了 我就覺得馬來西亞生活就會比較舒服 所以你就帶了我們兩個過來 是你們自己跟著過來的 我沒有引誘你們 這裡的客廳 一進來都很開揚 這邊就是餐桌 餐桌 乾廚房之後 就有濕廚房 Edan很興奮 這裡就是簡單的濕廚房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洗手間 以前這裡本身是有一個工人房的 但是我們都沒有請工人 我們都是自己 自己都是工人 下手下腳去做工人就可以了 來這裡自然就是客廳 客廳 這個是給小朋友做訓練的時候 玩的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很爽 因為我住在大山腳 顧名思義就是有一座大山 這座山叫做獨棍 馬來文叫做TOKUN 獨棍山 廣東話應該叫做卓昆山 卓昆 所以是這座山下面 所以就叫做大山腳 喂大衛哥 你這張梳化這麼霸氣 好像去了戲院那樣 頭彈槍 頭彈槍 在香港怎麼擺 哎 但是還是要普及一下一個常識 所以避免香港人都不會覺得這些就是豪質 其實在馬來西亞 我覺得在賓城 850呎至2000呎 是普遍我覺得超過80%的普通人 難聽過粗口 土地面積整個賓城 圖像香港這麼大 我們人口就是你們的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所以對比來說 我們這裡物價什麼都比較便宜 所以生活自然就比較舒服 我們繼續參觀一下裡面 見到你這麼文質奔奔 原來真的是樣子出來的 你看過這麼多書 所以一定要澄清一下 多數的書是我太太的 不是我本人的 非常之多書 那些書全部都是一本一本包著的 收藏得很好 大家看一下 每一本書都是這樣 我老婆有心機做這些 參觀大偉哥的龜房 你很任性 你的衣櫃這麼大 又是當年的設計師 2017年是流行這樣的 透明 他說有一個好處是 你一眼就忘細 你要拿什麼衣服 但對於我這些人 我就不可以用這些了 因為我的衣服 亂塞進去 你一打開就會掉下來 那你就要反省 這個不是衣櫃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這個是你來的 每個人都有曾經年輕的時候 OK 不要這樣 難怪你說你當年 幾多人排隊啊 排到我碰沙咀 沒有沒有沒有 排到雷敦度 哈哈哈哈 有一個說話這樣說 時間是一把沙豬刀 呃 你這樣怕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我已經是after before and after 你努力繼續 收覆 收覆 那這間就是我女兒的房 好啊 你選擇 最簡單的了 因為它小 怕它滾滾滾滾 就像榻榻米一樣 好 地板高起來 下面還有兩個櫃 這間房也是有廁所的了 有 他們是share的bathroom來的 和第三間房一起共用的 第三間房就是我的客房 或者我父母 他們就會上來住 好了 我們就參觀完大偉哥的家 簡單單單的 不簡單的了 哈哈哈哈 Yo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情景 刺塵相識呢 兩年多三年前的時候 我們都試過和大偉哥做過一個訪談 如果有看過我們的片 大偉哥其實在我們夫妻片裏面 都出現過兩集 其實大偉哥在我的印象裏 我就覺得他是一本 行走的百貨傳說 因為你問他很多東西 他都吃 他的經歷又很豐富 究竟是甚麼造就了你 這麼有見識呢 但上一次你們問我開劑節 答不到我 哈哈哈哈 其實大偉哥為甚麼這麼有經歷呢 就是因為他在不同的國家都做過事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 你自己在甚麼國家做過事呢 免責聲明線 其實我不是一個100%的純香港人 因為首先我是馬來西亞公民 我又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因為在新加坡 讀書 生活過六年 之後就是因為公司派我去香港 以及深圳 一個就過了十三年又八個月 自然都會有香港的身份證 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其實你在這麼多個國家都做過事 工作的文化 裡面有沒有一些趣事 你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想說粗口文化 駁大精心一下 有些香港老闆 真的好兇的 會爆粗的 直接 我不知道是不是質素 還是他們真的很急 要傳達的時候 可能他們這樣說話 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但在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 不可以這樣跟員工說話 有一條罪的 是嗎 是有一條罪的 即是你要禮貌一點 員工真的可以去告你 但告不告得入 我就不知道 精準地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霸凌罪 即場霸凌 不可以言語欺凌也不行 這些都是我馬來西亞的HR朋友 跟我說的 有些國家真的不可以胡亂罵人 或者用粗口 所以在東南亞國家真的要小心 香港的朋友 我自己個人的培行 工作效率最高在香港 第二我覺得是新加坡 香港是比新加坡更有效率 是的 那些人的行路速度快 去新加坡的時候 新加坡繁忙的市中心 或者那些人的速度都快 但是香港是連你走電梯 但凡你有首付電梯的地方 基本上是沒有人站在那裡 一定要有人在那裡走 不停超越你 所以香港的東西是比較快些的 包括香港任何的簽證也好 什麼也好 至於你願意加Express 加錢 是嗎 很多東西都會快很多 只不過是整體上來說 我們覺得生活上的東西 如果你的WiFi有問題 你打去投訴 或者你的供電 或者你的水的供應 這些我覺得 香港的效率全部都會比較快 很多 包括香港的屋苑 全部都有自己管理 公司管理的 你有什麼投訴 我覺得我是行運的 我遇到的都是比較積極的 真的會 我覺得效率上是高很多 那你說工作的環境來講 那香港人 個個都是拼鳴三郎 因為香港有空死 沒有空病 這個都是香港人教我的 寧願餓死都不可以病死 寧願病死都不可以 沒有事情做 大陸呢 整體的工作環境 和壓力或者效率來講 深圳都很有效率 工作環境 辦公室依然是很大很舒服 它不會好像香港比較迫劫一點 尤其是我們公司 因為香港的時候 租金真的太貴了 每一寸的土地都用得很謹慎 租金就說的是 二十多萬港幣一個月 那馬來西亞 我覺得 Work with Life 是最平衡的 最舒服的 當然 很多人都會說 人工在馬來西亞低 那我自己覺得 看你要什麼 對我來說 人工永遠都是一個數字 你不可以沉迷於這個數字 遊戲都不能自拔 為了追求這些數字 但你永遠都要 迫著自己住在四百尺 三百多尺 因為你經常想看到銀行的數字 越來越大 但你自己都要考慮 你有沒有命洗 你有沒有時間去洗 對呀 對呀 這個數字可以帶什麼給你 帶歡樂給你 帶得優質一點的生活水平 都是要你自己懂得 將這些數字 對呀 轉換變成一個 實際一點的東西 對香港人來說 如果香港人不賣了 你來香港的樓 或者 來馬來西亞 可以找到 在香港一用的職位的工 可能人工只有 香港的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但你在馬來西亞的生活 絕對是 高過你在香港 你好像在銷售香港人 過來退休 或者過來住 不需要我來黑銷售的 其實已經有世界的 CNN、VBC 他們自己都有做這些調查 馬來西亞的 指名道姓華、檳城 是全世界第四、第六 適合退休的城市 還有自己在香港 都生活過 差別很大 就好像你們也訪問了Vincent 2500元可以租1600多尺 全家私的單位 海景 海景 想都沒有想過 你們在香港的時候 多少錢 住多大 我在香港的時候 還是刺房子 13800元 300多尺實用面積 可能 你看 還是刺房子 什麼都沒有 還要自己買 所以如果你的錢 留在香港 價值就是這麼小 你在香港賺的錢 你拿去其他地方 不一定在馬來西亞 你的錢 可以減少它的價值 這個是我覺得 回來最大的得足 自己的感悟 大衛哥 我想問 因為你在香港 都住了差不多14年 你覺得在香港 大概是賺多少錢 才會比較舒服的生活 令你覺得不要有負擔 好的問題 這是很好的問題 我又在香港的時候 學了一句說 就是封劍尤人 看回你自己要什麼 以我自己這樣的角度 我覺得我如果要 好像在我現在 在檳城的生活水平 和質量 我如果要跟 等地在香港 可以做到的話 我覺得最少一個月 你要賺10萬港幣 總之就是 你如果一定要 維持到這樣的生活水平 你賺10萬 可能你拿3萬多 4萬做租金 你還有6萬 車呢 用老儲蓄 我就覺得 我自己的角度 都說封劍尤人 我覺得10萬是要的 你真的剛剛說 如果你想要的生活 即是你現在這樣的生活 在香港要10萬元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現在在馬來西亞 大山腳這裏 這樣的生活 大概一個月 多少錢花費 維持現在這樣的生活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一萬馬子 一萬馬子 包括全家人的保險 車 車 吃東西 我們現在回來吃東西 我們都不是省省的吃 應該去餐廳的時候 就去餐廳 應該去餐廳的時候 就去餐廳 我覺得一萬馬子 因為我的女兒 不回來讀本地的學校 她不是去讀那些國際學校 如果你要讀國際學校 我就可能覺得 要貴些 那你都算在馬來西亞裏 都算是中高上 消費力高的那一班 我這樣說 其他的城市 我不知道 可能哥倫波 你要更加高些 打工來說 在檳城的水平 你說一個月花費一萬元 我覺得是小中產的消費 其實你為什麼 會回來檳城這裡住呢 本身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覺得我自己 是屬於那些超級厲害的人 本來就來到香港 即使現在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我覺得在香港很難負擔 或者生活舒服些 自己覺得未來 接下來的三五年 我是看不到會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我都不打算轉行 會繼續在這個行業做 做下去都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覺得 不如換下生活方式 換下環境 再加上我的女兒 都差不多要讀小學了 所以提前有計劃 已經跟老婆說 不如就這樣 到了這個時候 她要讀小學了 我們就回來了 那句 不是香港不好 是我不夠好 因為香港是高速發展的 而且自己也要應變得很快 那你是不是要接下來了 五年十年 你覺得自己能力上 會不會跟得上呢 尤其我們做這個行業 我們做電子行業 我就覺得比較難 接下來了整個大環境都比較倒 所以回來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新的開始 好的選擇 給多次機會你選擇 你還在香港 人工加你三成 我這樣就不考慮了 錢就不是你主要考慮的因素 錢 人工對我來說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會很吸引人 有些給你五萬十萬人工 吸引到你 但是很多人就盲目墮入這個數字遊戲 他不停要追求這個數字 但是他不知道 這個數字這十年的時候 其實他時間都沒有了十年 但是他依然為了要儲很多錢 其實這十年可能他依然住在四百尺的單位 但是他不知道他儲了十年之後 他有沒有命使 這個我真的 因為這句說話 又是香港人教我的 你千萬不要有一天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哇 香港人說的 我們做電子行業 對 我依然有很多朋友留在中國大陸 或者在香港工作 沒有對或者錯的 每個人追求的東西不同 他們覺得人工高 依然是他們覺得最有安全感 最安心 但是對我來說 已經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如果我留在香港多三五年 可能我老得更快 你三百萬 多五年 儲四百萬五百萬 對你的生活 改善不大 是沒有差別的 是沒有差別的 是 只不過你又是看到數字增加 在香港 你多一百萬港幣 你沒有理由 四百尺可以 變成一千尺 但是你做不到的 對 我自己很理解這個 數字遊戲 對我來說 你依然留在香港的話 是沒有差別的 大衛哥 因為我們香港人 只知道 印鑲中的檳城 可能只能檳到這個地方 那麼 檳城是不是還有很多地方 我這樣說 可能我用香港來做一個例子 你們會比較容易明白一點 好像香港 不只是代表香港島 香港是香港島 加九龍半島 加新界 檳城其實都很像香港的 島是一個檳城島 加威城 但是我們大區來講 我們只分兩個大區 檳島還分兩個縣 一個是東北縣 一個是西南縣 那喬治市 就是其中一個市鎮 算是我們的本地 就在東北縣 那大山腳是屬於威省區 做什麼大山腳 可能香港人知道得比較少呢 因為我們這裡不是旅遊區 嗯 喬治市是我們的首府 又是旅遊區 都比較繁榮些 高樓大廈比較多些 還有比較多遊客去的地方 大山腳是一個 主要是工業中心 和物流中心 所以 遊客怎麼會來大山腳呢 如果沒有認識本地人 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長 那我回來一定是居住我自己熟習的市鎮 最近有觀眾問我們 即是他已經鎖定了檳城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想在大山腳那邊落腳的 即是想住在大山腳那裡 你會否推薦如果移居港人過來大山腳這邊住呢 嘩 你覺得是否適合呢 首先我要知道他的要求是什麼 那如果他好像你們喜歡無敵海景的 那麼大山腳就不適合了 因為顧名思義大山腳是山的 一座大山的地方是看不到海的 但是你開車20分鐘都可以見到海 因為檳城就是這麼大小 但是你說你住在大山腳多數的地方 你是看到海的 你看到海的就可能北海 或者賓島區比較多些地方 有沙灘的 他們那裡就有建很多公寓 尤其是東北沿道最多 還有那些海就比較靚一些 還有比較多遊客區 那如果他們不是那麼喜歡到處走 他們純粹是想找一個地方退休 也不介意住得遠一點 因為畢竟大山腳是屬於郊區 在檳城來說 市區只有喬治市 所以又是視乎看他要的是什麼 那如果他來檳城定居之後 他都常常有朋友來找他 要招呼朋友 那我覺得住檳島比較適合 因為你也要帶你朋友去觀光 飲飲食食 用廣東話都可以隨便溝通到的 這些就比較難一點 如果你說在檳城的話 這裡的強勢語言以福建話為主 但是多數的人會聽不一定會說 會聽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是看DVV長大 那你要講到好像香港人那麼流利 或者廣府人那麼流利 這些就可能有一點挑戰 如果他們會說廣東話 在檳城一定會跟你說廣東話 他不會說特地不說廣東話 這樣為難 不會刁難別人的 所以馬來西亞人都是很友善的 友善的程度 我覺得真的 全檳城都一樣 普通話華語都可以的 英文都可以的 這裡的物價和檳島那邊是相差多遠的 如果以樓價來說 這裡比賓島便宜一半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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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賓島多少錢 打五折 就是第三個 就是北海人 是的 賓島的喬治市 尤其是喬治市 你如果說 賓倫爾巴斯工業區那裡 就可能 沒有那麼遠 沒有那麼遠 因為賓倫爾巴斯那裡 很多oversupply OK 差不多oversupply 你說Sungaara 新港 那一區 或者 瑞拉 湖內那一區 真的越來越多樓 那些他們自己賣的 包括在龍尾那裡 有些project affordable 都賣40萬 所以 跟我們這裡就差不多 40萬 45萬 50萬 所以都是差不多 所以你說 那裡的樓價 賓倫爾巴斯就不會差別 四五十萬是幾大 也有一千呎 在賓倫爾巴斯那裡 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如果是賓島區的話 那你老婆和女兒呢 回來之後 有沒有開心了呢 整體來說 我老婆開心了 一定的 因為空間 多了很多空間 她可以 剛才你們都拍了 很多她的書 我另外現在新屋 還設計更大的書架 給她放更多的書 那些書是你香港搬過來的 是的 你家以前四百多尺 很厲害 你老婆真的很有文化 哈哈哈哈 最對比來說 住香港和住這裡 心境一定是開朗一點 而且睡眠質量真的好很多 全馬來西亞人 為什麼馬來西亞人這麼開心呢 開心 你覺不覺得你回來開心了 怎麼說 沒有那麼緊張 我上次來說沒有那麼容易 焦慮 人一輩子一輩子 有些事情 世事都沒有絕對 不是說一定來到馬來西亞的人 每個人都一定會開心 每個人都會開心 每個國家都會開心 每個人都會開心 每個人都不開心 根據你的計劃 你打算多少歲退休 如果能力准許 我自己的理想可以50歲退休 當然最好 不然馬來西亞法定的年齡 差不多是55歲 如果真的50歲做不到 就55歲了 50歲退休都很年輕 還可以做到很多 所以你50歲退休 其實是最漂亮的一個退休年紀 因為你還有能力 你還可以走到 你一天可以走一萬多二萬步 還可以走到 你可以去看 可以去吃 可以去玩 那有沒有預測到 如果你還在香港住的話 你要多少歲才可以退休 在香港真的不敢想這個問題 除非中六合彩 聽聞今期六合彩六千萬 你有沒有買 我會去買 今天這個訪問就接近尾聲 大偉哥接下來就新屋入伙 謝謝 恭喜 如果大家都想看大偉哥的新屋是怎樣 這條片多過2000個Like的話 立刻安排 吃螺絲啦 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完結了 這次就很開心大偉哥可以跟我們分享他的人生經歷 他對我來說就好像風一樣的男子 他有大馬人的思維 很謙虛 又很懂得把自己的人生想開一點 然後他又有香港人的幹勁 快 狠 準 然後他又有新加坡人的Rail Panning 所以呢 他真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傳說 嘩 多謝多謝你的讚美 我們會以你為目標學習 嘩 真的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給個Like 還沒訂閱我們的朋友 就記得訂閱我們 記得按個小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你就會收通知了 好了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